太理解說 為什麼民進黨要在立法院演這一場 因為黨政軍的大權 昨天蔡總統跟賴總統交接 已經控制在賴主席 賴總統的手上 觀眾朋友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在立法院 即便國民黨跟民眾黨合作 強渡官三 二讀三讀 然後表決通過了 你也無所謂 你民進黨你有別的方法 這個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 這個報紙不能丟掉 這張一定要留著 你可以視線 對不對 你可以 你還有殺手剪在後面 複議比較危險 複議有可能會解散國會 你就直接提視線就好 大法官都是你的人 你為什麼要在立法院鬧 那我請問大家 我要請問賴總統 這個叫做反手為攻嗎 這個就是你下令的反手為攻嗎 賴總統 你 今天是你當總統的第二天 你真的要看立法院這樣子下去嗎 這樣子下去我告訴你 不會是韓院長的問題 也不會是謝隆階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如果賴總統你未來的三年多 都要這樣幹的話 那我就 我就真的看 就我們評論員而言 這種題目我們太好談了 這個大家看這鬧什麼的 收視率 點閱率都很好 可是我請問大家 我相信聖峰委員 如果高委員有良心的話 這種新聞有營養嗎 這很無聊 打打鬧鬧大家在那邊表演 沈柏洋那個不是在表演嗎 對不對 那這樣的表演意義在哪裡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要再次的呼叫賴總統 你真的要這樣子嗎 你真的要這樣子下去 未來三年多就這樣子了 好 來 溫家瑜 我覺得賴總統當然是希望朝野 能夠合作理性的溝通 那昨天這個就職演說 大家也看到 他認為說一定要團結台灣 才能夠一起對抗 這個國際上很多的紛紛牢牢 那台灣唯有在這個藍綠 都能夠一起為台灣的民生 扶植去努力的時候 我們國家才能夠更好 我想這也是大家的共識 可是立法院這次所通過的 一般認為是藐視國會罪 一般也會叫它說是 立委擴權的一個法案 在這個法案裡面 立委有聽證調查權 那如果叫官員來立法院去備詢 如果說有虛偽不實的陳述 或是反質詢等等 就可以因為這些立委 覺得說你這個內容有問題 是藐視國會 然後在五個立委投票的同意之下 就可以移送法辦 甚至處以刑法 那大家覺得這樣子的法令 有沒有問題 什麼叫做反質詢 什麼叫虛偽不實的陳述 等等 這些都沒有法律明確的定義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看到現在立法院的狀況 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立法院 沒有自律的情況之下 所通過的立委擴權 藐視國會罪 是不是讓立委的權力無限上綱 甚至凌駕在司法之上 如果今天這些官員 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本身就已經有法律 有刑法可以去加以制裁 哪一條刑法可以制裁 如果是有 哪一條 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有法律可以制裁 但是國會 藐視國會這就是一個帽子 什麼樣的扣一個帽子藐視國會 藐視高嘉瑜 那可不可以 像陳維文動作就藐視高嘉瑜 你說有法律可以制裁 我就請問你 我現在講話他就給我反思虛 你 我隨便反思虛 陳維文你藐視國會 你藐視高嘉瑜 然後就處以刑法 功課做好再來上節目 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這樣子的 一個法律的內容 所以這樣一個空泛的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不斷的擴權 其實藐視的是立法委員自己 而不是藐視國會 藐視官聯等等 你可以為他來爭錢 我沒有意見 我請問反勝透法 是怎麼擴權來傷害人家的權利 那時候民獎是怎麼擱的 反勝透法 反勝透法是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 怎麼會是擴權來傷害人家的權利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講一句話 這個藐視國會的購猶 是讓國會更有監督的權利 要吵 言萬 國會本來就有監督的權利 要吵 大家都 但是在這個藐視國會的法律上 對於任何的官員 不需要那麼保護 把人民的整個的權利 要緩勝透 那樣子的通過 修著民權 修著人權 藐視得說要朝野合作 但是我光是看民進黨今天 這樣子會這樣 還有一個dress code 我就感覺不是衝著要合作的態勢 而走進立法院 民進黨你現在是怎樣 民進黨立法院過半要聽民進黨的 民進黨在立法院 少數也要聽民進黨的 那大家一起加入民進黨好了 哪有這種事情 不公平 哪有沒有沒有這種事情 這個不是這種說 我們要叫高嘉瑜去罵民進黨或什麼 你自己當過立委 你要平心而論 因為這個罪不是我們要去擴權它 而是歷年來 我們看到立法院的總質詢 看到委員會的這個狀況 民進黨的這個執政 太過了 這個已經超越了那條紅線了 大家才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官員這樣子 沒有把立委放在眼裡 不過請問觀眾朋友 如果民進黨的院長跟部長 沒有把立委放在眼裡 你覺得民進黨的院長跟部長 會把我們老百姓放在眼裡嗎 立委可以諮詢他 他都不甩了 那他會理我們嗎 不要再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好不好 你自己都已經落選了 你自己心裡應該感觸很多 每次都要我罵你 其實罰得在兇 就是只要你不去 這樣對立委是一種藐視的方式 就不會罰到你 這是很簡單的嘛 來 嘉瑜 我覺得現在講是很容易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罪本身就是一個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大家都知道我們刑法 最重要就是構成要件 到底什麼叫反質詢 什麼叫藐視國會 什麼叫虛偽不實的陳述 這是由誰來定義 是由在場的立委 只要五個人 他們舉手同意說 你藐視國會 就被移送法辦了 完全沒有任何司法調查 等等都沒有 就是國會自己就可以決定認定 那你剛剛說 這些政務官質詢的態度不好等等 確實這些政務官 他在面對立委質詢 立委代表人民 本身他的態度等等 大家也都在看 可受公平 如果說他有公然 五路 虛偽不實 等等的這些 本來相關的法令 也是可以去加以去苛責 但是我們刑法 並不能無限上說 本來到底有哪一條法令 可以處理 今天我只是不埋你 你講不像上一段一樣嗎 不能說我只是不喜歡陳迴文 不是 你到底 沒有這條罪 到底有哪一條法令可以處理 然後你質詢的態度 或是你在政論節目的態度很差 我就說你藐視政論節目 我藐視你這種人 我跟妳講誰都一樣 妳兩段講的東西都是一樣 沒有這個法令的必要 真的要無限上綱 這就是無限上綱 你已經兩次告訴大家 沒有這條罪 刑法也可以處理 我問妳哪一條刑法可以處理 妳又講不出來 哪一條 刑法本來 刑法三百多條 妳告訴我哪一條 不是 論了哪一條 你覺得這個人 妳講不出來 根本沒有這個罪 妳自己都說犯罪構成要件 他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約束這些部長跟官員 不是說那妳說可受公平 我們都已經覺得 吳釗蟹那個態度很差 已經是藐視國會 可是公平有用 公平沒有用 我們才要藐視國會 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處理這些部長 如果公務員他有收會 他有貪污 他有違教 公務書都有相關的罪責 那個是貪污是罪條 我講的是藐視國會 妳只是單純的不喜歡陳維文 妳覺得他態度很差 妳不用 妳不用無關 對 我們在講的是說那些官員 然後妳就要說他是藐視國會 妳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不能接受 沒有人能夠接受 妳把那五百五十塊的枕頭 我們也看不能接受這段談話了 我們在講的是藐視 官員藐視國會 然後妳一直在扯來賓 這樣子就已經扯遠了 不是 今天我就是舉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官員態度很差 那妳說吳釗蟹算不算藐視國會 吳釗蟹對徐小青的態度 算不算請針對問題回答 吳釗蟹對徐小青算不算藐視國會 那所以吳釗蟹這樣 那公平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就要把外交部長移送 法拜然後讓他被判一年的圖刑 那所有的內政部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所有的請政官員 現在都要被關在老林